創意比財竟在運通 財富指揮官 財富掌停板 而且在股票市場 在經濟學當中 財富永遠是最重要的 你是不是真的看穿了呢 親愛的投資朋友 那麼現在已經是 美國大選之前的前夕了 我相信在現在來講的話 也沒有人敢在這個地方 做任何的動作 但是其實黃老師胸有成竹 不過先給大家一個經驗好不好 以後還有台灣大選 還有日本大選 還有甚至包含美國未來的大選 將來你要怎麼辦呢 我跟各位說一件事 來 每一次都是同樣的答案 在別人退出的時候 別人假如是因為心裡頭的恐懼退出啊 那我告訴你那十之八九是錯的 買股票一定是要有科學的根據 你要細心觀察勇敢進場 什麼意思呢各位注意一下下 國家市場裡面有很多很多都是消息啊 如果你今天因為美國總統大選 哇 大家都說好恐怖喔 美國可能會暴動啊 美國會怎麼樣 你就做任何的一個動作的時候 那是心裡面受到衝擊 我跟各位說你一定會發生錯誤 很可能很多很好的股票 那麼將來會大漲有大需求的 結果你把它賣掉了 反之啊 全市場都說 哎呦趕快去買啊 趕快去買啊 那個拜登一定會當選啊 那時候說拜登一定會當選啊 我說不對喔 我在這邊早就跟你say goodbye了 這邊假如你要追高的話 我蓋不負責啊 所以呢在這種過程當中呢 你一定要去想想看 什麼樣的個股 在這一次不確定因素消除之後 或者市場上面大家恢復信心之後 他有機會來做一個進場 而且很多人說美國總統大選 到底這個大盤怎麼樣 我先告訴各位一件事 尤其是應該只有我的節目 還有這一集 你可以看很多訪問我的報導 我特別提到說 美國的紓困案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呢 答案最簡單的 各位看一下美國道瓊 我覺得美國非常的聰明 美國的每次的國會改選 不是像我們一樣喔 整個全部改選喔 美國每次國會改選 只改選三分之一 有三分之二像裴洛西 他是不用改選的 所以像很清楚 美國國會手上拿著一個叫做紓困案 這個紓困案假如在選前就過關的話 我倒是覺得 那後面總統大選就不用看了 因為股票市場錢最重要嘛 但是他把它保留啊 在總統大選之後啊 就是因為這兩個人勢均力敵啊 所以現在有人在押拜登大選 押川普大選 我都覺得那是笑話 除非你是神明啊 不然誰會知道 我只跟各位講 你不覺得這個公式設計得非常好嗎 假如說哇美國選後啊哇太緊張了 結果碰跌下來的時候 欸下面有兩兆欸 有兩兆當跟國安基金那樣子一樣 在那邊做支撐欸 要給你買進去欸 如果跌破這條年線的話 如果說在年線附近就穩住了 欸地方議員說什麼 他不是兩兆是2.2兆 我還幫你撿血了 那地方議員講什麼 那就重點紓困就好了 有的產業 那你看人家像那個圓鋼 像room 像這種雲端需求 那本來生意爛得不得了的 蛤 本來生意爛得不得了的 結果那個圓鋼3669 各位看到沒有 那本來生意爛得不得了 結果大漲 這個需要紓困嗎 所以這種說五千億就好 那有的人說啊我就是什麼 我就是這種啊 我就是比方說好了 航空公司好了 航空公司旅行社 我當然需要紓困啊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啊 美國人他們能夠主宰這個地球 超過一個世紀 他們的聰明絕對超過我們的想像啊 以前的選舉後面不會有這個紓困啊 你說老師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還是都在看那些新聞台 我說你如果看新聞台的話 跟財經台 如果財經台記者跟著新聞台跑 那財經台記者 我只能形容一個字水準 就是我差點講一個字叫做笨 那嚴格說起來就是水準不夠 如果你的分析師也是整天在猜川普 跟猜這個拜登啊 我認為那也叫水準不夠 因為答案在這裡 親愛的投資朋友 武漢肺炎大跌 這件事情有沒有比美國總統大選更重要 當然有 這是全地球的事啊 事前還有中美貿易關稅的問題啊 以武漢肺炎這次你最清楚了 全球的央行把錢丟出來 所以股市就漲上去了 上次中美貿易關稅這個時候 中國人民銀行把錢丟出來 人民幣丟出來 所以就上去了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覺 這裡假設有任何的一個情況的話 紓困案把錢丟出來 是不是一樣又上去 所以我說過月線上根本沒變化 重點在短線上面 它應該都還是選後一定在這個區間裡面 如果這個行情要漲要跌要等選後 你看這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這一二三四 就用費波蘭茲係數時間也還沒到 至少也是五八十三那個時候吧 我認為這樣盤整最起碼 如果啊 這種盤整的狀況沒有改變的話 如果經濟的狀況沒有改變 如果武漢肺炎沒有改變的話 這裡盤整十幾個月很正常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將來你所看到的日線圖還是這樣子 日線圖看起來比較大啦 其實我跟你講也沒有多大好不好 就這麼小小一塊 相較於下面這個上漲只有小小一塊 這個小小一塊要影響這個上漲 可能性很低啦 我告訴你 那疊下來可能要三四年啦 所以我這麼告訴各位一件事 今天來我們就跟各位提到 幾個重要的一個思考點 好 我先給各位結論好了 那結論你可能會在這個地方來做思考 好 我認為第一個大盤沒問題了 第二個 第二階段我再來談 因為這個時間比較夠 到底川普當選的時候哪些比較好 拜登當選哪些比較好 其實你看到沒有 這就是指揮官真正能夠幫助你的地方 早就幫你選好了來做佈局啊 但是這是一個綱要啊 什麼狀況之下才比較有機會咧 各位注意 比較好你也要能夠介入進場 介入進場我認為要有幾個條件 現在的投資朋友 今天有好多人在跟你講 哎呀 什麼什麼股票創新高了是不是 什麼什麼股票創新高了 我說什麼什麼股票創新高之後 你買進去是不是剛好套到最高點去啊 什麼什麼股票創新高是不是買進去剛好 說不定就剛好套到最高點去啊 你不買在二十三塊 我給你介紹的時候 不買在十塊錢的時候 你不買在二 你不買在十三塊錢 我給你介紹的時候 你現在上去漲這麼多了 你覺得誰當選有用 我告訴你一件事 除非啊 國碩的老闆當選才有用啊 那不可能啊 懂我意思了沒有 所以呢 股票市場一定是這樣 等到這個回歸基本面之後呢 選錢沒有大漲了 才是有機會吧 一定他一定在整理 十一月份是個利多的情況 他才會有機會整理嘛 才會有機會上漲嘛 業績或者需求上揚嘛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說老師 你以前講過好久的聯電 會不會是他啊 看起來也不太像吧 所以我說啊 今天大家在談綠電 我說這個不好意思講 整天像你追高的人 每天都是這樣子玩 弄到最後你參加投入物只有套牢啊 是不是半導體啊 也不是啊 都已經漲上去了啊 半導體現在 我真的必須要講一句話 說不定是下車的好時間點 所以跟各位報告一件事情 等一下我再跟各位提到 來 做股票最基本的原則 不就是這樣嗎 這檔股票今天很棒棒的 我不想拿給你看 你看我今天標題都沒有漲停板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我寫了你今天 你就想說明天就可以上車 不用 參加我們 我們會好好的想辦法幫你 要公布的只有這一檔 這不就是一模一樣的嗎 我說防疫還是最重要的需求啊 目前高端疫苗的進度又超過了國光生計啊 那為什麼我說這個還是很重要 我問你一件事 病毒死了沒有啊 病毒沒死的話 這是你的槍耶 敵人還沒死掉 你就說那我們高端疫苗這個長槍放掉 那我們國光生這個長刀放掉 你不要刀不要槍你等 你不好意思講你在等什麼啊 交給上帝處理是不是 所以人家本來現在就是在實驗當中 等到現在 等到二期一公布是不是又上去 是不是在選前的時候有沒有漲 沒有大漲 十一月份十二月份有沒有利多 有喔 十一月底就要告訴你 我一期的結果十二月份就要進行二期了對不對 同樣的 需求是不是很強烈 我就舉例 這檔就公布了 所以許多生計股二次需求本來就在 你說老師真的有嗎 來 先看一下這個好了 選後精采的在這裡 何一現在是古王對不對 這個是新櫃的自己看喔 達雅要準備上櫃喔 原點你要植溫 準備上櫃喔 這三個要搶古王耶 凡是有人要搶古王的地方 當然是很熱的地方嘛 來 再回到這句話 你現在開始檢查你的股票 選前大漲耶 可是我又追高了 事情就大條了 很多人啊 不好意思講 看我節目 我最近碰到好多東西 老師我看你節目原金大賺 後來我就在這邊加碼二十張 我這邊只買了十張 假設是這樣舉例好了 這樣你就沒了 你就沒了 不就是這個樣子嗎 我跟你講說有些東西 你必須要好好去思考 選前不要大 選前大漲你今年就漲完了嘛 你懂我意思了沒有 選前一定是整理再整理啊 剛才你說合一 我乾脆順便讓你看一下 有沒有大漲 沒有啊 所以我反過頭來 對他還滿有信心的啊 所以股票市場裡面 我經常說一件事 來 越大的變局 越懂得把握 會得到越大的財富啊 今年其實我必須要這麼說 指揮官家族最成功 這麼大的變局叫什麼 武漢肺炎 是不是我們幫你找到的答案 第二件事情各位來看一下 全部的人都說 哎呦台灣現在在打仗 台灣在幹嘛 台灣幾經準戰爭了 我說Google投資屏東啊 賓州房地產大陣投資綠電 維吾投資板橋啊 你說真的有危險他們會來嗎 所以我今天來我還是要幫各位強化一下 給台灣人的話注意喔 台灣現在最重要的位置啊 他會比馬爾蒂夫大那麼多啊 為什麼美國啊 國務卿蓬佩奧 蓬佩奧 竟然要跑到馬爾蒂夫 跟他講說 哎 請你注意啊 那個那個 我們還是要跟我們美國做好啊 答案是因為這個樣子 我就直接跟各位講 現在進入5G的時代了 太平洋跟這個大西洋 或者說到美洲之間通訊 每一個島嶼 你就想像成每一個島嶼 都是基地台就可以了 所以太平洋上 每一個島都會變得非常的重要 誰搶到5G 誰就是世界未來的霸主 所以像台灣這麼大的一個島 你認為美國會放給中國大陸嗎 不可能嘛 所以微軟才會跑到台灣來 海底電纜才會放到台灣來啊 所以我給台灣個人一句話 你想清楚一點 我跟你講你真的放心 雖然這個所謂的sleepy show 昨天又在打喝水 看起來這比較輕忠啊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講 他早就保證這種太平洋戰略的東西 他不會改變 但是呢 或許啦 他的口氣上面 因為他比較輕忠 他會比較和緩一點點 這也不見得是不好 因為很簡單嘛 你以台積電舉例 哎呦 如果跟中國大陸好一點的話 可以賣給華為嘛 對不對 可以再多一個華為的市場 現在不能賣華為啊 第二個 川普選上不見得對台灣更好 萬一真的砰打起來的話 哎 打起來誰站在最前面啊 美國 日本 台灣 你認為哪一個站最前面 一定台灣站第一個嘛 日本站第二個嘛 美國站在後面嘛 對不對 所以台灣就是在這種夾縫當中求生存 但是台灣也因為在這種夾縫當中 在這個夾縫當中啊 他不會消滅 懂我意思了沒有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就放心下來投資啊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 選前選後 我現在直接跟你嗆了 就直接講得很清楚了 防疫是最重要的 他還沒有結束 他的題材一直都在 所以選後也許不用講 明天可能在開票當中 很快防疫概念股就動了 所以我認為這檔股票 今天都還有機會讓你上車了 另外一檔竟然漲停板 各位看六四九二昇華哥 你看到沒有 這幾天我怎麼介紹他就怎麼展 盤中都還有高點 六四七二保瑞 等一下我們再來複習一下 一下 根本跟大選一點關係都沒有一路上去 底部上漲防疫兼兵啊 所以防疫其實是最重要的 川普有數拜登也有數啊 梅克爾有數 甚至馬克宏歐洲領袖通通有數啊 這叫什麼剛性需求啊 對不對 所以歡迎所有朋友 一步一步我們準備搶佔第四季 有利多而且有大需求 剛才提到了 有利多而且有大需求 選前整理好 選後產業爆發的個股 請你想盡辦法趕快跟上來 其中一個當然是生計 今天可以先讓你知道 接下來請你盯住指揮官的節目 馬上回來 來 请立即把握 今年红包自己发 老师帮您累积财富 一路赢到风关 过好年 刷刷键 02-2781-0909 三倍券 小case 占星3.0 超值又加料 给你鱼吃 再送你吊肝 轻松获利 又练就一生功夫 刷刷键 02-2781-0909 02-2781-0909 市场唯一 生计一家科技专家 流水理论超越市场 曲市大师黄老师 当冲正宗 时间密码 当冲加波段 双向获利 刷财线 02-2781-0909 02-2781-0909 酒价罚很大 一 提高酒价违规罚还 再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价去检或去测 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测值 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 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交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不管选前选后 这个世界改变了 选前选后都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那么现在其实比拜登 比这个川普更可怕的 叫做武汉肺炎 那么武汉肺炎动了多少 全世界号称动了多少 动了接近50兆美金 全世界加起来 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加起来超过50兆美金 去对付这个武汉肺炎 所造成的经济衰退 光政府补给人民的 大家加一加 从每一个国家都加超过50兆 所以才会有这连续性的一个上涨 那现在经济恢复了没有 还是没有啊 而且武汉肺炎结束了没有 我看这个样子啊 应该还是没有啊 所以我认为疫苗还是很重要 尤其是啊 第一个有了疫苗 台湾未必能够第一个轮得到 防疫也是很重要 第二个 人家说有啊 哪里没有疫苗 中国大陆有很多疫苗啊 什么浙江打了几千人 那个解放军打了几万人啊 那打了几万人都没有用啊 我就直接跟你讲一件事 习近平啊 王岐山啊 李克强啊 他们七个人哦 共产党员大家先打 如果他们都没事 大家才敢打嘛 而且要确实他有打 那这么多人都打了 为什么 中国大陆领导的为什么没打 你跟我们台湾不一样 我们台湾再怎么说 大家不敢打 没关系 来谁先打给你看 刚才你是 我昨天 昨天前的是不是给你看到 来没关系 等一下再来翻了 那2009年马英九当总统 他是第一个打给你看啊 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 第一个打给你看啊 这次我们也是陈时中部长 也是第一个打给你看啊 中国大陆是 不好意思讲 人民尽量打 打了 有事没事 你自己看看 所以我跟各位讲到 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结束 防疫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 而且呢 请大家留意啊 接下来明天 你可能这张图表 对你很重要 要拍下来我也不反对啦 亲爱的投资朋友 那你可以看这个反应 但是请你注意哦 刚才我跟各位提到了 选前如果大涨的话 就算今天选举对他利多啊 你也不一定要追啊 我就不相信 我现在讲得很直接了当 我就不相信明天啊 拜登当选啊 是援金很好的买点 我就直接告诉你 因为他已经涨这么多 明天拜登当选 人家也想卖啊 上面这么多人套牢啊 谁不想卖 懂不懂我的意思 你一定要了解这个情况 我就不相信川普当选 明天连电是非常好的买点 因为他也涨了一大坡了 所以请大家留意哦 在明天的反应上面来讲的话 应该是 如果是真的已经确定好 是谁的话 很清楚 那因为川普是减税的 所以指数会上涨 科技会上涨 那拜登是会增税 所以先回再上 那如果是拜登当选的话 这里你可以好好看一下 因为中国大陆的5G 本来是川普不想卖的 那拜登有可能让他们有希望 股票市场有希望最重要 所以这一方面的个股 是不是会有机会做反应 因为他至少也没有涨上去 懂我意思了没有 他没有涨上去 事前有整理 我反而会对这一方面 比较喜欢一点 至于说涨后 是不是晶元代工就会上涨 我认为这个部分 晶元代工涨那么多了 你不妨往下看 看什么 看南亚科这些 你看今天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我今天不太想讲 但是其实有没有去 有没有机会 当然有了 选前有没有大涨 没有 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会讲这个 选后呢 开始真的有需求了 那这个变 虽然不是所谓的川普概念股 但是很类似 就是选后才有这个机会 选后如果川普上去 你要从这边开始看 懂我意思了没有 那同样的 IC设计有很多是拉回的 那如果说拜登选上了 说不定他有机会去做反弹 选钱不能涨的选钱大涨 力都没用 力都只能让你套牢而已 同样的 太阳能看到没有 太阳能这个就不用买了 所以股票市场你要用消去法 为什么说消去法 那升级股在这边 我说答案不是绿电 也不是半导体 对不对 11月份12月份绿电办 那绿电有什么力多 看起来太阳能力都差不多了 风力发电我觉得也还好 看看有没有新的标案 那就算有也不一定 也是那种整理完的 懂不懂的意思 再好的股票 你记得一句话 为什么最近大家谈太阳能都不会涨 为什么我每次一讲它就大涨 那是因为我买在这个什么地方 买在刚才跟你提到 没有大涨整理的地方 根本跟选举没有关系 所以股票市场里面 谁是真的在帮你 我先不管你这段时间 我相信这段时间里面 几乎我问过很多头顾 都没有人要参加 有电话都打到白宫去了 打到川普竞选总部 还是拜登竞选总部去了 但是你一定要在看节目的过程当中 看出哪一个人 真的在为你用心准备 真的在为你用心分析 而不是就这样随随便便 跟你糊弄过去 掌停板的拿出来讲 然后就叫你要来参加 其实那招也没什么用 或者节目我看了半天 也没有内容 就随着盘事去讲 你今天讲被动元件 谁不会讲 但是被动元件今天为什么会涨 不知道 懂个意思了没有 被动元件你看到没有 前面四个月有一点消化库存了 不过就政策上面来说的话 并没有被动元件的利多 利多有可能发生在低润 因为中国大陆也有被动元件 你进它没什么用处 对不对 但是中国大陆你又连低润都进下去的话 哇那不得了 我跟各位讲过 光中心半导体 中心半导体已经到12奈米 不管 总之中国大陆说他们只能做25奈米 台湾是5奈米 每差一个世代是5的五次方 简单讲就是说 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 你的手机如果是25奈米跟5奈米的话 你如果只有小学程度 你的速度是25奈米的5倍 懂我意思了没有 但是其实是5的5次方 125倍 你把手机改成飞弹 把手机改成手枪 那就不得了了 两个人对打 他已经打了5发子弹 你才打1发 当然你输的机会会很大 那其实大概是5的5次方 他打125发的子弹 你才打1发 所以美国一台飞机飞上去 打了125发的飞弹 中国大陆125架上去 每一发都可以中一个 知道没有 这就是最 为什么中国大陆不敢挑战的地方 OK先讲那多了 但是简单重点是在这里 很多事情它是没有改变的 请问各位 美国总统当选之后 第一件事要解决什么 你疫情吗 美国自己也8万人确诊 法国还封城 开玩笑 所以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这件事情是跟欧洲已经先来了 而且欧洲跟美国体质相同 几乎完全一样 那各位看到没有 黄老师在事前跟你提到的 指挥官事前跟你提到的 到目前为止 是不是仍然有效 那有没有人告诉我说 明天总统大学选完了 嘿嘿 我们就不需要防疫了 有没有人跟我讲说 明天总统大学选完了 嘿嘿 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武汉病毒也自动消失 有这种事吗 没有啊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啊 有的时候股票市场 是这么好笑的事啊 这就好笑了 大家哦 突然之间讲一讲 有一些有名的人讲一讲 结果呢 疫苗通通跌下来 结果你切进去就变涨零 你说老师今天压回 我继续等我告诉你 好我今天就直接给你 啊讲下去了 我就没有遮了 那现在最重要的一点是说 我觉得它这个方向很对 高端进入越南啊 那么跟 做新冠二期疫苗 越南现在也拿不到疫苗 那假如说我们 因为我们跟他们体质很近嘛 你在台湾到处都看到越南人啊 所以越南它本身没有 这个研究疫苗的能力 如果台湾成功了 还可以卖到越南去耶 你知道吗 越南人口多少 越南人口1.5亿是不是 我应该记得没错 1.5亿是台湾的几倍啊 所以这对它来讲 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拓展方案 加上昨天我已经跟你说了 以现在全世界啊 疫苗里面所含抗体的浓度 而且持续半年以上的 当然是高端耶 所以其实呢 它跟NIH啊 这个NIH 做出来的东西 其实是相当好的 那当然了 至少证明一件事 猴子都活得很好 那也许 对我们大家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不好 我们今天还是这么告诉各位一件事 这档股票我们持续在布局当中 我不会随随便便跟各位讲 但是其中有一档 已经先行攻上掌停板 那么黄敬哲只会跟各位提到一件事 来注意 来 选前没有大涨 11月份12月份利多 而且需求是非常强烈 我认为接下来包含了美国肿瘤年会 包含了各位所看到的 生计年底的包含再生医疗大会 这些呢 还有美国肿瘤年会 美国事前的一个报道 其实每年12月份的时候都是这个最重要 加上那么生计新股 又要开始准备抢了 我认为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请你想办法跟我布局 最好你今天都做好准备 因为这个跟美国总统大学没关系了 我就不相信拜登不会生 拜登不会老还是川普不会老 两个一样老啊 两个一样会生病啊 生老病死谁都逃不掉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跟上 真的能够带你避开风险 而且掌握未来 那么最有趋势能力 事前布局的财富指挥官 这档股票掌停掌停再掌停 希望你跟着我导臭电话一起布局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运达投顾黄老师过好年计划 从现在开始 一路到农历封关 只要二分之一 只要二分之一 请立即把握 今年红包自己发 老师帮您累积财富 一路赢到封关过好年 创意再见 02-2781-0909 三倍券 小KISS 占星3.0 超值又加料 给你鱼吃 再送你吊肝 轻松获利 又练就一生功夫 创意再见 02-2781-0909 02-2781-0909 市场唯一 生技加科技专家 流水理论超越市场 趋势大师黄老师 当冲阵中 时间密码 当冲加波段 双向获利 刷在线02-2781-0909 2781-0909